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遭色诱的言论就引起了众怒 他今天早上就发表声明公开道歉并且撤回言论 他说昨天他提出建议的时候他是真诚的 可是却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大失误 而且也引来了众人的不满 同时有很多的男性视其为侮辱 因此他表示公开道歉并且撤回言论 他的言论是疯狂 是不理智 而且是愚蠢的 通常我们说对两性议题不够敏感或者认知有误者 他们的偏见言论一般上都会伤到对方就是其他性别的人 很少会伤到自己 但这一次应然的言论不但是令女性感到愤怒 连男生都跳起来了 喂老兄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在讲什么吗 他的言论是马上的引起男女双方的讨伐 女性谴责他 男性也批评他 结果他是两头都不大暗 原本可能他要凸显的是男性的气概 或者是想要保护男性 结果从英雄变成狗熊 没错 那这一名人兄到底昨天说了什么呢 他昨天在上医院的时候就建议说 政府应该要立法保护男性 避免受到女性的诱惑 而最终犯下了强暴等等的罪行 他就建议制定性骚扰的法令 保护男性免受女性的行为 言论还有服装就是所诱惑 最终导致男性犯罪 像是乱伦 强暴 威胁 或者是观赏色情变等等 当然你可以想到的就是 他的这番言论一出 马上就引起了轰动 妇女组织批评他不在话下 就连一些西蒙的同僚也没有办法帮他说话 或者是替他解套 那么就算真的要帮他自言其说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困难 是咯 难道要说 女性以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来引诱男性 所以男性要被保护吗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来的 你误化女性同时也得罪一半的民众 就是女性 那么另外一半被你得罪的就是男性 因为这种言论 男性也可能会受到伤害 认为男人怎么这么差劲呢 没有自治能力 你是在侮辱男人吗 还是你自己不行 但是你不应该把所有你自己缺乏 自治能力把它套在所有男性的头上 这个观点呢 我不认同 没错 那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呢 公正党的主席安华呢 今天也表明了 该党呢 是不认同 同时呢 也没有办法呢 就是接受他的言论的 因为呢 就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 还有歧视女性的言论 那这个建议呢 也让人就是以为男性没有道德 所以你刚刚看到 男主编呢 是非常的气愤的 同时呢 也会让人认为男性呢 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受到了诱惑 而犯下一些可耻的行为 所以呢 就要求他撤回言论 那安华就说呢 更妥当的就是 要专注在提升女性的权益的议程 比方说加强法律 那另外呢 沙巴公正党的妇女组呢 更是敦促公正党 撤回应然的上议员的职务 另外呢 就是委任更有能力 以及思想健全的人选 他这么糟糕的言论呢 就像乱枪扫射 所有人都中枪 结果引起群众的反击 要求他撤回跟道歉 不过他的反应也非常快 在不到24小时之内 他就道歉以及撤回 这是他应该和必须要做的东西 如果还是嘴巴硬不认错的话 受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 而他会连累到整个希望联盟 包括他的这个公正党 令人讽刺的呢 就是应然是在辩论 政府制定性骚扰法案 和性别平等法案的时候呢 发表了这个引起公愤的言论 其实这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发表类似的言论 2015年 当时他还是 红土坎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部分的运动员 因为穿着性感 担心会引发通奸的行为 结果遭到当时公正党 主席万阿吉萨的这个斥责 认为说你的言论太过肤浅了 应然花你时间来介绍他 他不是一般的路人 家里秉丁 他不是小人物 他是属于有监视 受过教育的人 他是前海军的将领 在505大选的时候呢 代表蓝眼在全国海军数目最多的国会议席 就是红土坎鲁木上阵 在那个时候反风狂吹之下 他打败马华的江泽汉 拿下了这个原本属于马华的传统国会议席 那昨天的时候呢 妇女家庭节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呢 杨巧双呢 也表示对应然的这一番言论呢 是表示大吃一惊的 他说婴儿还有幼童呢 也是这一类罪案的受害者 他们呢是完全不懂得如何色诱男性 但是仍然呢就是成为受害者 那他说呢 其实男性啊 也会遭到其他男性呢 就是进行性侵犯这样的行为 他也对上议院呢 出现这样的讨论呢 是感到震惊的 因为这个建议 竟然获得上议院副主席阿都哈林的认同 女性经常成为性侵的受害者 如今更被指责成 引诱的罪犯犯罪者 那么女性不应该 因为他们穿着的这个服装 而被归咎 就算女性把身体包得起来 包得很紧 同样的也会成为性骚扰 或者是被强奸的对象 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我们的社会 在两性认知方面的缺乏 就算立法者 YB们也需要再教育 我们急需两性平等的教育 这个呢 肯定比学杂语文来得重要 那这个莱纳斯西图厂的营运执照呢 将在一个月后到期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一个新闻事件的进展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